这个新班长 居然是驴打滚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军中无大将 廖化当先锋 他驴打滚凭什么能当上班长啊 他要是能干 我特么也能干 而且我当初离开的时候 罗满山明明承诺了新胖 要弄死驴打滚的 怎么一转眼 这驴打滚没有死不说 还特么高声了 成为了我们的班长 卧槽 这什么世道 找谁说理去 见我和周鹏都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驴打滚脸上挂着得意洋洋的表情 怎么 没想到会是我吧 他拿捏着当领导的那个范儿 问道 我和周鹏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赶忙摇了摇头 人家现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今非昔比啊 不可轻易得罪 其中驴打滚上位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管是东方不败 还是罗满山 这些人说的话 你得反着听 放过你 就是不可能放过你 让谁死 那特么就是让谁高升了 活得只会比过去越来越好 现在我隐隐觉得 这驴打滚 早就是罗满山和东方不败的人 从一开始 他就故意往我们小团队里挤 肯定是东方不败 发现了我们的不安分 到后面 他打出了同情牌 让新胖跟他泄了密 一切的一切说明了 我们从最开始 就被人家盯上了 就特么是一个笑话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啊 驴打滚道没有直接为难我们哥俩 说了些勉励的话 什么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以前的不愉快都过去了 未来让我们多出单 合作共赢 争夺班集体的荣誉 为公司的繁荣发展做贡献 然后 把我和周鹏编排在了一个组里 说我们组就我们俩 给出的答案就是 我们是人才 高端吗 不用外扩再招人 等安顿好了我俩 开始了班级文化 什么宣誓 什么班歌 什么相互鼓励打气 等一个个声泪俱下的嚎叫完 开始正式工作 来的时候 周鹏跟我交代过 说我俩没有退路 既来之 则安之 都是明白的工作 流程的老游子 不好想太多 好好干活 他们要咱们出单 咱们就出 只要出单 咱们就不会节外生枝 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只要给我们一些自由 我们就能做一些事 然后 也能给东方不败 创造一些所谓的惊喜 我听取了周鹏的建议 所以我俩埋头苦干 结果第一天 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 我干出了两个单子 周鹏愣是整出了五个 讲到这里 我要说一下 在前几年 搞电诈还是相对容易的 这个时候 国内普遍防备意识比较薄弱 只要你稍微动动脑筋 十点手段 大部分人都会上钩 尤其是一些老太太 真咬上了钩 多少退休金都能转给你 哪怕帽子叔叔去劝 都劝不住 他甚至认为 帽子叔叔是骗子 真正骗他的 才是好人 但现在这个年代 很难搞了 网络信息太发达了 都知道缅北 乃至东南亚都是干什么的 防炸的APP也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套路都被解析清楚了 所以 各大园区很难赚钱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更加的疯狂 炸不到钱 就把猪仔当成钱 好干的那会儿 诈骗是主要的来前路子 卖猪仔 卖器官他只是副业而已 现在诈骗不好干了 直接颠倒过来了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时候的东南亚这些地方 更加的危险 因为国民防炸意识上来了 他们骗不到钱了 骗不到钱怎么办 只能拿进来的猪仔开刀了 他们需要钱运转 经营 所以在大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所作所为 也就越来越黑暗了 我们开局就出单 让所有收面孔都十分的震惊 虽然单子都不大 小的也才几百 大的也莫过万 但第一天 两个人就能开出七个单子 引得他们 看着我哥俩的眼神都变了 然后 驴打滚就夸奖了我俩 让大家多跟我学习学习 感觉驴打滚 当了班长稳重了不好 对我和周鹏 真的不刁难 但戏意想很清楚 他能当上那个位置 就必须要呈现出足够好的业绩 怎么呈现 靠下面的人 而我和周鹏 无疑未来会成为他的中流砥柱 所以除非我们扎刺儿 故意找不自在 不然 他只可能会说软话 哄着我们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我和周鹏没有急着回去睡觉 出去透透气儿 顺便买点吃食 我兜里还有个千八的 够喝两顿酒 买完了东西 路过小白楼 我特别看了一眼 发现那两个笼子里 还关着陈阳和霞姐 只不过这会儿 陈阳一脸关心地 呼唤着旁边的霞姐 而霞姐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一个劲儿的恶心 作偶 给人的感觉 像是生病了似的 他生不生病跟我没关系 事实上 老子八步的他病死呢 不再理会 我们就打算离开 但这个时候 陈阳看到了我们 由于夜晚很黑 他并没有认出我们是谁 只是用手啪啪敲打着铁笼子 大声喊着 兄弟 帮帮忙 手里有水吗 好心给点 我老婆怀着孕呢 现在难受得很 想喝水 求求你们了 曾不可一世的 来哥为了霞姐 也有第三下四求人的时候 但他刚才喊的那句话 让我和周鹏直接愣住了 他刚才说啥 霞姐怀孕了 我靠 难道是陈阳的种 即便这样 我其实也不想管 但身边的周鹏突然心软了 不看那个贱女人 看在他肚子里 孩子的面上也要帮一把 毕竟 我以前也是有孩子的父亲 周鹏这一句话 就让我鼻子有些发酸 立刻走了过去 给了他一瓶水 顺手又给了点吃食 霞姐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任何尊严 想喝水 但因为双手被烤在背后 没办法做到 周鹏就蹲下来 耐心拧开瓶子 为霞姐喝 然后把吃食打开 霞姐跟个狗似的 那么趴着用嘴吃 间接还吃到了一些泥沙 却也不管不顾 就在这个档口 陈阳喊了喊我 兄弟 你过来 有个话跟你说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走了过去 怎么着来哥 有啥指教啊 我没好气地说道 先帮我点根烟 塞我嘴里 我成全了他 捣不出一道烟雾 陈阳把烟用舌头挪到了嘴角 开口道 我知道你恨透了霞姐 我想说个事 不求你原谅他 只是想让你知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 紧跟着 陈阳就娓娓道来 记得前面我有写到 陈阳把我拉到小房间 表面捶我 但私底下给我放小话 说可以帮我一次 他这么做 是有目的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发现霞姐怀孕了 是她的肿 而且霞姐也很意外 因为 她的身体早就被搞得残破不堪 不容易怀上孕的 以前在自己的园区 老板那么糟蹋 都没有任何反应 但陈阳让霞姐怀上了 有了自己的孩子 再硬的汉子也得软 再毒的女人也想善 所以陈阳说能帮我一次 帮我的这一次 肯定是帮我逃出去 但他前台词的想让我带上霞姐 后来 陈阳藏不住话了 知道霞姐想离开 得找真正能做到的人 就去找东方不败说 那个时候 他真觉得 东方不败暗中给他支招 是个值得他遵随的人 东方不败还真就答应了 说只要放我和周鹏逃走 就带上霞姐 但私底下 他同时找了霞姐 说霞姐逃出去 独自离开 完全可以 但是 如果想让孩子未来有爸爸陪伴 可以谈了交易 那就是 等养老妻真死了 把我和周鹏带回来 二换二 相比较 我和周鹏对他而言 获得的利益更大 这点霞姐也能看出来 我俩被重新抓回来 她和陈阳 就可以离开园区 过他们两口子想过的生活 将来把孩子生下来 和和美美地 霞姐其实骨子里是不幸的 但她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是真觉得有希望 赌了 结果 就赌输了 变成了这个惨状 如果肚子里没有孩子 如果不是因为不想孩子出生 没有爸爸 霞姐是绝对不会上当回来的 只因为一旦成了母亲 再阴毒 再会算计的女人 都会乱了方寸 变得柔软 这所有的所有 其实都在东方不败的算计里的 事实上 就算霞姐不上当 我们不见得就能逃走 别忘了 东方不败还挖了一个坑 买了一条线 就是让周鹏三两天联系他一次 给周鹏提供所谓的消息什么的 但实际上就是让周鹏爆点 私底下 也安排人跟踪我们 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死局 我们注定 玩不过这个会算计的二一字 虽然陈阳跟我说了事情的真相 但我听听也叫罢了 内心深处 并无波澜 做了就是做了 有些恨 不能因为某些苦衷 就会被抵消 我可以心软一次 两次 但不能永远都是 从霞姐和陈阳这边刚离开 走出去没多远 就看到了迎面而来的东方不败 显然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暴毙笑着说道 给人家孕妇送吃喝了 我刚想说话 旁边的周鹏就抢先开口 他怀了孩子 于心不忍 你失去了孩子 所以就对有孩子的女人心软了 东方不败笑着的脸上 透着几许阴毒 呼 周鹏吐出了一口浊气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们不用紧张 我觉得挺好 是应该给他肚子里的孩子 补充一点营养 是我疏忽了 回头 我也多给那女人一些吃的喝的 让他好好养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本来听这是一句好话 但紧跟着 东方不败说出来的话 让我意识到了 一个人弱成了恶魔 得可怕到什么程度 那东方不败居然跟我们说 等他肚子里的孩子成形了 长大了 就直接挖出来 这样就可以变成死孩子 然后做成 古曼童 他们说 古曼童是最灵验的 尤其对着古曼童 祈福自己的爱情 更加灵验 所以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古曼童的 保佑我和杨总百年好和呢 嘿嘿 阴邪的笑了笑 东方不败就扭着屁股 甩了一下手里带血的手帕 得意洋洋的走远了 而他手里的手帕 刚刚给一个被处决的猪仔 擦拭过致命的伤口 卧槽 这什么魔鬼 古曼童都能想得到 我感觉周围的氧气 有点不够用 肺都要气炸了 古曼童我虽然不了解 但肯定听说过 泰国的三大邪术之一 用胎死腹中的婴孩 做出来的 当地人似乎很相信这东西 反正你要是去了泰国 这一类的 信息量巨大 也巨恐怖 我后来深入了解 也知道了一个 关于古曼童的产业链 某个黑心园区 就专门弄来几个女人 专门让这些女人怀孕 到了月份就把孩子弄出来 他们就要死孩子 做成古曼童 往往会被迷信的大老板买走 价格高 没有后顾之忧 只是当时 我和周鹏万万没想到 这东方不败都能想到这种事情来 真的是恶魔 虽然很气愤 但我们也左右不了什么 在我看来 如果离不开园区的话 好的结局 就是让霞姐提前流产 但这一点 如果东方不败 铁了心的药 可能 妈 除非霞姐自己有了这个想法 自己毁了腹中的孩子 接下来的两天 我和周鹏都正常工作 每天都出单 周鹏还开出了一个五万的小单子 他主动给了我 毕竟东方不败放出话 我一周出不来一个超三万的单子 就要治我 其实我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驴打滚把我和周鹏放在一起 逼我出单子 然后把周鹏跟我捆在一起 这不是明显可以让周鹏帮我吗 但后来才知道 玩心里的东方不败有多脏了 他就是让周鹏故意帮我的 这样 我心里愧疚 一定发愤图强 而周鹏 为了帮我 会多使一份力气 这样我们俩的卖力 可以让利益更大化 就好比 一加一是大于二的 你细琢磨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两天的工作结束 第三天的上午 开工的时候 就看到 窗外的操场上 已经摆开了矩阵 一年一度的爬猪大赛开始了 我最担心 我们公司的爬猪是 新胖 但好在新胖身体虚 没被选上 只是这会儿 我并不知道新胖在哪个地方 中选的 是一个四肢力量 很强大的壮硕汉子 听说在国内 是个体育生 驱赶他的 居然是扎木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令人心酸的是 园区里 这些参赛的爬猪们 都是光着身体的 一块遮羞布都没有 在他们的屁股上 有的是左边 有的是右边 有烙铁烫着的参赛编号 我们公司的那 只是18号 开赛之前 园区大佬们 都围着这些爬猪转着 摸摸他们的身体 有的老女人 甚至还往敏感的地方摸索两下 发出奚落的笑声 等转了半天后 就开始下注了 这个过程比较繁琐 他们是去一个小房子里下注 怎么下注 我不是很清楚 我注意到 我们的老板杨总也在其中 他比之前更胖了 在他的身边 就跟着一个件献殷勤 只往杨总身上凑得东方不败 等下注完成后 赛道也铺好了 无数被骑着的爬猪在起点 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随着一个你腿子 把一把冲锋枪指向了头顶 伴随着一阵霹雳啪啦的声音响起 爬猪们开始冲了 所有的爬猪 必须要做到膝盖着地 跟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样 奋力地往前爬 路段上设置了很多障碍物 第一个障碍物 就是一片玻璃的 长达十拉米的玻璃茶子 正常人穿着鞋踩着往前走 都小心翼翼 而他们 冒着割伤膝盖的危险 忍受疼痛 卖力向前 中间 有两个爬猪就受不了了 被骑着他们的你腿子 拿鞭子抽得嗷嗷直叫 也不敢站起来 站起来就是违反规则 就会死 完不成赛段 也得死 不想死 只能冲 这特么就是浴血奋战 就是玩命 每一个爬猪爬过的位置 都留下了一串血线 我们公司的那个 在扎木的不停挥边下 跑得嗷嗷快 但来到第二个路段 它停下来了 事实上 所有爬猪都停下来了 因为这个路段 真的不是肉体繁胎的 正常人能爬的 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圈养池 池子里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毒物 老鼠 蜘蛛 蝎子 毒虫 尤其是那老鼠 感觉跟一条狗一般大小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大高的老鼠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不是老鼠 而是草里塔 除了这些 里面还有蟒蛇和几条眼镜蛇 眼镜蛇有的叹起了身子 放扁了的脑袋 极具攻击性 看上去是那么的恐怖 面对这个场面 一般人真不敢管 都害怕 这可是玩命 要是被眼镜蛇咬上一口 直接上西天 但我们公司的这个家伙 只是在停顿了一会儿 被扎木一鞭子下去 直接玩命 往里面冲了 你要是观望 可能非常害怕 但向着里面冲的时候 实际上 这些东西反而害怕你 我们公司那家伙 是闭着眼睛冲的 结果愣是冲出去了 并没有造成什么危险 然而 这一路段过后 下一个路段更致命 我前面说过 当初班纠训练他们的时候 有铺满的图钉 在这一关 也是钉子 但不是图钉 而是尖端朝上的钢钉 所有钢钉齐刷刷的 展现在眼前 就跟一个个锋利 朝上的钢刀 这要是爬上去 那膝盖还能有个好了 跟随我们公司 那个家伙冲过来的 两个爬竹 忍不住先下场了 可膝盖碰上那钉子 就直接被扎破 鲜血直流 受不了了 但不爬肯定不行 外面吓住的大老板们 冲他们直喊 骂得贼难听 最后 我们公司的那家伙 在扎木的驱赶下 开始动了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扎木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这个人上赛道的时候 用了一个办法 就是抬高腿 慢慢放下 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腿 接触到更多的钉子 这样受力就可以均匀平摊 不只是一个点 受伤就能够减少 然后一下一下 慢慢地向前 小心翼翼 虽然双腿也被扎破了 疼得呲牙咧嘴 但感觉勉强可以坚持 最终 居然成功闯了过去 都知道 过了钉子路段 后面的 可就容易多了 接下来是火炭路段 路面上铺的全都是发红的火炭 这一关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 越快 烫得就会越轻 越慢 那就完蛋了 能给你膝盖烫熟了 在扎木一鞭子一鞭子的抽打下 我们公司的爬竹卯足了劲 飞快地过关 之后又是水关 相对能轻松一下 但都是盐水 你前面受了伤 现在爬进盐水里 那滋味儿能好受了 但相对而言 这也是最轻松的了 冲过这片水域 面前是最后一段的石子路 在我们公司 你腿子的卖力下 一起绝尘 最红率先冲到了终点 等他到了终点后 那膝盖简直都没法看了 破开肉绽 白骨外险 他坐在地上 嗷嗷大哭 很可怜 他过关了 过关意味着自己不但不会死去 而且一个月内不会受罚 什么都不用干 还有一万块奖励 吃好的喝好的 这是园区不成文的规定 这个规定大家都会遵守 做不得假 我们杨总看到他到了终点 也激动地挥舞拳头 没有人知道 这场游戏 他起码赢了上千万 这场比赛进行到最后 也只有四个爬猪顺利过关 且其中一个 一条腿废了 估计这辈子得落下残疾 剩下的爬猪 在规定的最后时间内 全都没有到达终点 等待他们的 就是死去的下场 是真的会死的 这就是有钱人的游戏 被选上了猪仔 要么成功 要么成鬼 爬猪大赛结束后 杨总就带着扎木 和那个一拳一拐的爬猪回来了 看得出来 他心情非常好 然后 他居然来到了我们的班级 主动找上了我和周鹏 这是我俩第一次 被杨总亲自面见 他看上去非常的友善 知道我和周鹏身上 发生的一些事 告诉我们说 好好表现 以后表现好 不是出不去的 对我说 他知道我是盛夏的表哥 说自己跟盛夏是老朋友 作为他老朋友的表哥 只要表现不过分 是适当放宽 对我的管理的 还说未来表现好的话 可以不用做猪仔 成为他们公司的保安 也就是所谓的你腿子 直接插手公司的运营管理 对周鹏说了李富贵的事 说自己多么多么尊重李富贵 如果周鹏在园区干满两年 两年的时间里 能搞到半个小目标 就可以获得类似李富贵的特权 表面上周鹏很兴奋 答应的 好好的 但实际上 这周鹏 心里肯定不会这么想的 我太了解他了 其实当时就知道 被杨总见了 准不是什么好事 见完杨总的当晚 我就被东方不败带着人给打了 倒也没让我受重伤 但也是被打低鼻青脸肿 鼻血横流 只因为杨总跟我说 盛夏是他的老朋友 只因为杨总提到了盛夏 满脸都是幸福的表情 然后 这个二椅子 把火拳就撒在了我身上 我特么招谁了谁了 曹他大爷 那一瞬 我真想学学罗满山 抱了他 解解恨 回到宿舍后 周鹏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我被打了一顿 心情也不好 早早躺下来 睡去了 半夜里 我听到周鹏起床的声音 睁开眼 问他干啥 他说睡不着 想出去透透气儿 我没管他 可是第二天 我就知道 他这半夜可不是出来透气儿的 天黑请闭眼 他开始刀人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得知 园区死人了 说人死在园区公共厕所里 我们园区外面 有一个挺大的公共厕所 里面挺埋态的 臭味熏天 我还看到过 有你腿子把猪仔拽到这里 逼人家在尿槽里喝脏水 简直令人发指 厕所内侧的墙壁上 都被用石头刻 写着一些愿读的话 都是猪仔来方便的时候 留下来的 什么某某你腿子不得好死 死后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什么某某女主管 你的那啥肥又宽 上跑飞机下跑船 三千鬼子来参观 一下家死了两千三 剩下七百要逃跑 一根毛发全撂倒 还有很多骂的要多难听 就有多难听的话 都骂出了花花 甚至还有配图那种 墙壁上这些内容 都是园区猪仔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委屈 愤怒 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和空间可以发泄 就选择来到了这里 当然 你腿子们也会来这里方便 也会看到这上面的内容 但看到就看到了 无所谓 关键也抓不到是谁写的 没必要跟这种东西置气 而死的这个人就是园区里的泥腿子 不过不是我们公司的泥腿子 是我们不认识的家伙 他是被人从身后袭击 用巨大的石头 直接敲打而死的 脑袋都被敲烂了 红白之物建设的到处都是 整个人歪歪斜斜的躺在了小便槽子里 值得说明的是 这个你腿子身上是有枪的 一把AK 若干子弹 还有一些手榴弹啥的 都捆在了腰间 但是 他死后 这些东西都没了 去了哪里 无人得知 很明显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 出了这样的事 整个园区都哗然了 园区负责人要求彻查此事而 所有监控都被调动起来 看看能不能找到罪魁祸首 我们公司也开始要求彻查了 但显示 昨晚后半夜 陆陆续续出去的那几个人 都并没有参与作案的可能性 而且 这些出去的人里面 居然没有周鹏 但我敢肯定 昨晚周鹏出去了 肯定是搞事情了 我甚至有九成的把握 猜测周鹏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但周鹏表现得太淡定了 淡定的都让我有些怀疑可能 还真不是他 监控查不到 就开始进行一对一审问 所有公司从上审到下 这事性质太恶劣了 是一条祸根 我们也开审了 但东方不败 显然并没有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毕竟死的不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人 即便他心思缜密 但也觉着 这都是别的公司的事 肯定是死去的你腿子 招惹了某个不要命的猪仔 猪仔这才痛下杀手的 我们公司 没有人会针对别人家的你腿子 所以 审问我们的时候 就走了一个流程 而迫于圆区负责人的压力 最后 你腿子所在的公司老板 找了一个替罪羊 把一个无辜的猪仔安排上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逃来的枪支 把负责人算事给糊弄过去了 这事最终才算彻底平息 事后 我问了周鹏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周鹏对我没有隐瞒 说 就是他干的 之所以没有杀自己圆区的你腿子 是目标性太大了 杀别人家的你腿子 反而更安全 这就是周鹏的聪明之处 前面说了 周鹏认为 所有圆区的你腿子 都等同于是参与了分食他儿子的那些恶魔 他们都该死 所以 既然被抓进来 跑不出去了 那就拿起屠刀 疯狂报复 在开展计划之前 他提前摸清了公司内部 以及圆区周边 所有的监控设施 他甚至细心倒关注一些你腿子的作息规律 半夜 他穿着一身从地下室找来的一套脏衣服 套在自己身上 戴着一个鸭舌帽子 避开监控来到了一楼 按理来说 到了一楼 从正门出去 肯定是躲不开监控的 但他没有 他来到了一楼 往左侧走廊的尽头走去 那里有一扇窗户 栏杆常年失修 本来有两根就松动了 能拿下来 一拆一安 直接出去 然后小心翼翼避开所有人的耳目 拿起一块衬手的石头 就在公厕里猫着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堵到你腿子上厕所 当时想的是 等两个小时 没有就回去睡觉 有就按照计划执行 他有这个耐心 养老期那么等都等下来了 别说这个 很早的时候 就有一个你腿子进来了 但是我们公司的人 扎木 就是为了不让东方不败 怀疑到自己头上 他忍住没下手 不然 扎木就先死了 又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适合的倒霉蛋来了 应该是 刚喝过酒 走路换来晃去 尿尿都尿到了裤腿而上 确定他身后没人跟着 周鹏站在这人身后 几下就给解决了 然后 从容淡定的扒掉他身上的装备 藏在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他早就想好了以后 认为这样的枪支弹药 未来或许 会对自己有巨大帮助 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 周鹏说了 虽然干了这种事 看起来对园区不算什么 但对他而言 就是一种释放 只要有机会 园区所有的你腿子 都是他的活靶子 别说这些你腿子 哪怕东方不败 只要他身边没人 只要给他机会 东方不败 就必死 听完了周鹏的这番叙述 我心里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 我觉着 我必须要跟周鹏坦白一件事 不然 他真要刀错了人 可能真就绝了我们最后的退路了 于是我把扎木的身份告诉了周鹏 周鹏听了微微一笑 来了句 算他命大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顾忌 他可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紧跟着 周鹏画风一转 不过你觉得 咱们兄弟 还有希望离开吧 你回头找机会问问这个扎木 他如果真的是想帮你 让他告诉你 怎么离开 反正目前 我是看不到 任何的机会了 周鹏的话 像是一根刺狠狠的 扎进了我的心窝子里 我知道他现在人间清醒 或者说 已经是彻底的绝望 所以才开始破罐子破摔 开始刀人 杀一个构本 杀一群除魔 但我总觉得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希望 如果这点希望都没了 那可真就什么都没了 就着这个劲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毒计 于是我对周鹏问道 你藏起来的枪支 准备自己用 听了我的话 周鹏回道 不然呢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用这些家伙儿 以牙还牙 哪怕我最后被发现了 也可以拿这种家伙 扫一圈 拉更多的人陪葬 之后 我把我心里想的毒计 告诉了周鹏 直接让周鹏两眼直放光 兄弟 你不老实啊 学坏了啊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回了一句 被逼的 跟周鹏沟通结束后 我就开始许摸机会 找扎木聊聊 但一直都没有抓到这样的机会 扎木很少露面 不知道平时都是干什么任务的 一直等到了两天后的一个深夜 我去小卖部 拿着仅剩下的一点钱买包烟 结果遇到扎木就坐在小卖部外面的台阶上 一个人捧着一瓶啤酒 用我们东北话来说 在那自搞干拉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贴着他坐在旁边 瞅着周围没什么人 才开口道 嘿嘿 木哥 好久不见 结果扎木很不爽的对我道 离我远点 看到你特娘的就来火 要不是听了强哥的话 混进来救你 我至于被困在这里出不去吗 最可气的是 刚进来没几天 你们就逃跑了 把我自己折在这里 我这个憋气啊 想跑 我处在观察期 有条件 根本出不去 然后就天天在这里窝火 被留一刀那条老王巴当刀子时 草的 幸亏老天爷开了眼 你们被抓回来了 大家一起完蛋得了 听了扎木这番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但我找他的根本目的 不能忘了 扎木哥 我知道 你是强哥弄来救我的 我想知道 你未来有啥办法能把我弄出去 他往嘴巴里闷了一口酒说道 办法 实话实说 没有 没有 你们这被子关在这里 别想出去了 就这么跟你说吧 哪怕你们拿枪顶着东方不败的脑袋 要挟他 也出不去这个园区 不能吧 绑了东方不败 拿他要挟还出不去 我不信道 咋的 你以为东方不败是个多大的人物 在咱们公司他好使 但要放在整个园区 他算老几 园区负责人认识他吗 你要他吗 就这么说 你们拿枪把他带到大门口 用他要挟守门的人 放你们出去 你猜守门的人会怎么做 我摇了摇头 他往嘴巴里灌了一口啤酒 你信不信 人家才不管什么 东方不败 西方不败的 直接拿枪全给你们秃秃了 除非你能要挟的了杨总 这样的存在 不然真没戏 你说 要挟东方不败都没戏 你还有什么办法出去 还指望冒名顶替 我告诉你 现在这方面园区抓得可言了 再没有漏洞 供你们钻了 早在你们出去后 东方不败就把你们出逃的方法告诉上面了 连你也没办法 那真就不能出去了 能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紧着问道 他把最后的啤酒底子全干到自己的嘴巴里 站起来拍拍手 丢下一句 横着被扔出去 然后 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草 我心情坏到了极点 本以为这扎木能有啥办法 结果 他是一点希望不给我留啊 点燃一根烟 郁闷的抽上一口 心情正低落的时候 身后突然想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一个黑布隆冬的东西 直接套在我的脑袋上 然后 一个人捂住我的嘴巴 又有两个人架着我 就把我使劲的往一个方向拖去 我一直都认为 在园区 如果你表现的足够好 你腿子不找你麻烦 你就是相对安全的 但我错了 就算你腿子不找你麻烦 就不见得其他猪仔不找你麻烦 就不见得 你不会被绑架 我腿子居然被绑架了 在园区里被绑架 这事儿你能想到 我被他们几个人给拖到了一个角落 然后就开始翻我的身体 结果 他们只是翻出了两个硬币 还有我刚买的那包烟 你钱呢 一道很粗的声音 气喘吁吁的对我问道 没了 刚刚买了烟 就剩下那么两个刚蹦了 我如实说道 你放屁 俺们兄弟观察你好几天了 你隔三差五来小卖部整点好吃好喝的 当俺们瞎啊 俺们兄弟不想害你的命 就是饿了 天天吃猪是拉肚子 人都要拉死了 想吃点给人吃的东西 你要是有钱 帮帮俺们穷哥们 俺们念你的情 兄弟 真美啊 我之前是有钱 但都让我花光了 要真是有钱 拆你们这撒瓜俩早的 不过 我宿舍有一些吃的 你们要是信我 把我放了 我回去拿给你们 真的 对方有些兴奋的问道 咱都是被抓起来的猪仔 都特么的试过劲儿没名儿的可怜人 我犯得上骗你们吗 同是天涯流落人 能帮一把 我肯定帮 这可是你说的 别骗俺们 说完 袋子被拿下来 我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面前处着三个汉子 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 长得很粗犯 看起来平时没少受折磨 全身上下 没一个好地方 有一个兄弟左耳没了 还有一个兄弟 右脚五个脚趾全没了 就像是被一把刀削掉了一般 卧槽 就喂了一口吃的 晚上绑架了 我不满的看着他们 兄弟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鸡 好几天没吃一口好的了 天天吃猪是拉肚子 这么下去 掐脖等死得了 听他们说 过两天就给俺们关小黑屋 把俺们卖给冰厂当猎物 一群不是人的东西 跟你讲 俺以前当过兵 比过五 俺就是没把枪 但凡有把枪 把公司那些你腿子全给秃秃了 你真有的吃 帮帮俺们 俺们山东人说话算话 讲义气 以后有啥能帮得上的 绝对没二话 领头的那个说着好听的 行 在这里等着我 好嘞 哥仨挺开心 可是 当我往回走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 我给你们拿个屁 自己都不够吃的 凭啥给你吃 而且你们绑架我啊 是绑架我 反过来我给你们吃的 我怎么就那么会怨报得呢 怎么就那么博爱呢 当我是如来啊 这里又不是装好人的地方 三个傻袍子 在那傻等着吧 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了 但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那就是 玩心里的 都脏 他东方不败能利用人 我为什么不能借力打力 山东大汉直性子 火爆脾气 一枪热血上头 指哪打呢 不然 水泊梁山的一群英雄好汉 也不能让宋江从活完到死 说句三观不正的话 是真的好利用 没准 想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我决定 不就是一点吃的 我平时也不差这一口 所以改变主意 回到了宿舍 给他们拿了一些吃食 这些吃的到了他们哥仨手里 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利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对他们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他们哥仨都是烟台人 是被退伍兄弟给骗来的 他们几个 实际上都是一个部队的退伍战友 那兄弟说这便能发财 穿金带银啥的 还通过QQ视频给他们展示了 确实一身的珠光宝气 腿上还坐着两个大美妞 这给他们眼馋坏了 就来了 但来了 也就来了 本来他们一行共五个人 但有两个人 一个被嘎腰子 后来迈到了其他园区 不知道情况 另外一个脾气太冲 把一个你腿子下巴磕 咬掉了一块肉 直接上戏天了 他们想跑 但没地方跑 想好好给人家干杂片 可他们没那个脑袋 越干越不行 性格太直接 由枪划掉 拐弯抹角的骗人活 真的不是他们能干的 所以总挨打 以至于混在低档组 天天受罚 哥仨实在饿得没招 利用下班的档口 就在小卖部外面守着 他们已经注意我好久了 看我来小卖部消费好几次 这次决定下手 却没想到 是我最穷的时候 之后 他们还给我报了一个猛料 也就是这个猛料 坚定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 虽然有些损 但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助人为乐 这哥仨跟我说 如果公司的管理层 要对他们下手 准备把他们关起来 未来可能断送了他们生的希望 那他们就决定反击 反击的方法都想好了 之前爬猪大赛 他们留了一个心眼 撤出赛道的时候 弄了一些钢钉在自己手里 到时候拿着钢钉当武器 做最后的生死挣扎 还开玩笑说 我们这一顿 没准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餐了 我告诉他们别瞎想 明天这个时候过来 到时候再给他们弄点吃的 他们大喜过望 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告诉他们 就是真的 但千万别来早了 也别来晚了 就这个时间点 哥仨兴奋的点着头 从这里离开 回到了宿舍 我就把哥仨的事 跟周鹏说了 顺便说了 我之前告诉他的毒计 我觉得可以用了 借刀杀人 没准可以闹乱园区 杀出个希望 周鹏想了想 最终同意了 其实我之前 给周鹏说的毒计就是 他不是得到枪了吗 那么 这枪我们不用 找到一些身处绝望的猪仔 给他们用 你猜猜 那样会造成一个怎样的破坏性 他们已经绝望了 突然有了枪 换成你 你会怎么干 周鹏不敢干 怕暴露 小命完完 但这种人 可能没有可生存的信念 将生死至之度外 有了这东西 还不枉死了凿 对于普通人来说 手里拿着一把枪 就是拥有了超能力 而且 他们哥仨都是退伍士兵 都知道怎么使 那效果更是杠杠的 虽然坑人 但其实也是助人 看你怎么去理解 周鹏决定 今晚下班 早点就去那个地方 把枪放在那里 让他们找到 剩下旧 就看他们自己的操作了 想法已经成型 但计划 永远赶不上变化 第二天中午 我们正在工作去工作的时候 隔壁圆区有泥腿子 在他们大楼门口 支起了一口大铁锅 大铁锅里倒满了油 热气腾腾 烟虚火凉 我还以为是做好吃的 结果身后的马杆儿看了一眼 就浑身发抖 我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 肯定有人倒霉了 这是下油锅啊 这种酷刑以前赵山河也干过 先上刀山 后下油锅 起因就是有些猪仔不听话 赵山河起了杀心 然后猪仔为表忠心 说愿意替赵山河上刀山 下油锅 那赵山河就同意了 他就不拐弯 真就同意了 上刀山就是在一个铁架子上 弄几把刀子 锋利的刀刃朝上 你往上爬吧 爬到头儿 算你赢 下油锅更不用说了 人真要被安排进去 那么高的油温 比煮废了的开水都猛 根本没活路 直接就成炸子鸡了 很显然 他们公司正在做杀鸡儆猴的事 一群猪仔在外面围观 就像是我们当初 赵山河绞死两个叛徒一样 只要这些猪仔看了之后 肯定胆子就下眉了 再也不敢惹事儿 就会好好干活 完成认了 当时也没心思骗人了 就这么瞪大了眼睛看着 没多久 我看到 两个人被押了出来 但并没有鬼哭狼嚎 看着性格挺倔 破天大骂 我这一听声音 怎么那么耳熟 心里上咯噔一下 当时就有了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于是 我尝试询问驴打滚 这会儿没状态 想出去透透气而可不可以 驴打滚好说话 主要我和周鹏天天出单 他得哄着我们 连声说好 只要不惹祸 今天不干都没什么的 我要出去 周鹏也要出去 就这样 我俩翘班 直奔楼下 飞快地向着隔壁公司跑去 等靠近后 我发现 还真有很多其他公司的人 凑来看热闹 而马上要被安排的两个人 就是昨晚 绑了我 我回头 送吃的那三兄弟之二 还真让他们一语中递 我给的那一餐 真就成了所谓的最后一餐了 面对即将遭受的生死刑法 两个汉子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赵宏的脸不停地叫嚣着 你们妈的 有本事来啊 俺们不怕 有本事你们快点 别默默唧唧地跟个老娘们似的 18年后 俺们又是一条好汉 俺们死了 成了鬼 也不会放过你们这群王八糕子 你们这群人渣 垃圾 脑袋掉了就碗大一个疤 来啊 快点 俺早就不想活了 能不能快点 他们的叫嚣 让身边的你腿子火很大 但他们需要在进行酷刑之前 对围观的猪仔进行一番洗脑 但这俩货就是不让你说 一个劲儿的鬼喊 打乱他们的思绪 后来气急败坏的不洗脑了 直接进入正题 下油锅 油锅里的油都废了 用的不是咱们的豆油 应该是猪油 沸腾的油在锅底火的催动下 时不时还蹦出一个油泡子 要不怎么说 山东汉子是个爷们 生性 其中一个被安排在油锅旁 你腿子还没等动手呢 他就大喊道 爹 娘 男老儿解脱了 下辈子给男们尽笑 然后 直接就主动跳进了油锅里 哗啦啦 啊 任他前面表现得多刚烈 但下去之后 还是响起了痛不欲生的嚎叫 没一会儿 就没动静了 静 现场死一般的安静 周围的看客 都难以置信的捂住嘴巴 就连我 一瞬间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紧跟着下一位兄弟 也汗不畏死 一句话没多说 被你腿子丢了进去 但这个哥们挺鸡贼的 虽然手脚被束缚 但下去的一瞬间 头一歪 冷不防的直接用嘴 咬住了身边你腿子的衣领子 惯性之下 你腿子惊叫一声 脑袋直接被塞进了油锅里 热油发出哗啦啦的翻滚声音 和砰砰砰的爆碎声音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卧槽 救人啊 其他的你腿子立刻反应过来 把脑袋掉进油锅里的你腿子往外拽 但下去的山东汉子 嘴死死的咬着他的衣领子 这个你腿子一时间就是拽不出来 我去你马的 最后 在一群你腿子的使劲下 两个人跟连体婴儿似的 全被拽了出来 但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一场下油锅 送走了三条命 包括那个倒霉的你腿子 这是我看到最气壮山河的画面 没有胆怯 没有哭喊 勇敢赴死 如果他们没有退伍 仍然留在部队 一定都是有血性 独当一面 能打胜仗的好兵 但命运就是如此无常 为了各自的生活 一些利益的驱使 让平平凡凡的人 走向了地狱的大门 我不知道到底他们出了什么事儿 昨晚好好的 今天就沦落到这一步了 擦干眼泪 我在想今晚剩下的那个兄弟 还能不能出现 如果能出现 我想问问他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凭什么 好端端的 就被下油锅了 回来的时候 我和周鹏的心情都挺沉重的 虽然见惯了生离死别 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两个汉子 如此勇敢的面对这一切 悲哀的是 我们这种人 在这里 除非你表现的好 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不然真的没有人权 活得不如一条狗 说到狗 我后来才知道 我们园区 实际上养了很多大型犬 像是藏熬什么 其主要用途 一个是看家护院 二就是 消灭一些尸体 沽摸着 下油锅的人 大概也会成了这些狗的美味吧 回到了我们公司大楼 我们哥俩便没有去继续工作 在宿舍 躺了下来 谁都没有说话 各有心事 我真的畅想着有一天 自己能够拥有一只武装力量 什么坦克大炮的 把整个园区给他轰平了 把这帮狗娘养的东西给弄死 他们太牲口 太害人了 下午的时候 我去打水喝 结果听到 马赶儿出息了 搞出一个二十万的大单子 对于驴打滚这个班长来说 已经算是很长脸的事儿了 毕竟他是刚被提上去的 能出这种单子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据说 马赶儿能骗到这么多的钱 用的是芯片术 具体是什么芯片术 我没有细了解 随着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 片术也是一查一查的更新换代 说到芯片术 我再跟大家普及一个内容 不全对 但希望大家最好都有个防备 引以为戒 大家肯定都会遇到过 在公园里 医院外 旅游区 反正是很多公共场合 有人拿着一堆小礼物免费相送 只需要让你留下联系方式 这个一般人都不会为了这样的迎头小力去做的 你留了 真成傻子了 但有的只是让你加他微信 加了就给你小礼物 要么关注他们什么什么账号 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 可能是做微商的 需要拉客户 所以需要加很多人 所有加的人 都可能是他潜在的客户 但实际上 真相真的如此吗 你只要加了他 对方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你可要知道 你的一条信息 整合下来 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吗 买走你信息的人 可以在大数据的刨膝下 了解你的一切 掌控你的一切 甚至你的银行卡 卡里有多少钱 都全部一清二楚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在大数据的面前 我们所有人 都毫无遮掩 全部裸奔 所以 你信我的 千万不要为了那一点迎头小力 那么个小礼物 就关注别人 微信加别人好友 肯定不带有好事的 还有一些骗子 他们装作自己是聋哑人 经常拿着一个小本子 穿行在火车里 动车车厢内 故意打着手语告诉你 说他们是什么聋哑人组织 让你捐点钱 只要你捐钱 他们就让你在本子上 写下你的姓名 联系方式 说以后会报答你云云 你做的好事 应该被别人知道云云 但是 你千万别写 他们骗钱是表现 要你留下个人信息 才是真相 记住了 这年头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也最好不要当好人 哪怕你做好事 咱也不留名 深藏公语名 说好听点 咱做好事也是积得不适 留了名 那就是贪慕虚荣了 有人出单 就有人受罚 在马赶得意洋洋的时候 我听别人说 新胖好像又被打了 听他们讲 现在的新胖 就跟一个傻子似的 坐在电脑手机前 呆呆傻傻的 什么都不会干 好好的一个人才 成废才了 再这么下去 可能就得被关小黑屋 另行发辣了 说实话 新胖这样 我有责任 也很自责 但我左右不了什么 凡事儿 向前看吧 当天晚上 我和周鹏出门了 我在前 他后面跟着我 我们哥俩临时改变了主意 我先去约定的地方看看 能不能等到那个人 如果等到了 周鹏再去取枪 然后制造机会 让他拿到枪 一切顺利 估摸着 就会有好戏看了 在约定好的地方 等了没一会儿 还是在规定的时间 那个汉子来了 我看到他状态很差 双眼通红 明显哭过 见了面 我就丢给他一袋面包 这是周鹏剩下的吃食 他没有矫情 狼吞虎咽 吃完了 喝了 我给的水 问我要了一根烟 才一脸决绝的对我道 兄弟 谢谢你的吃食 这辈子报答不了你了 下辈子 如果有下辈子 俺们肯定给你当牛做马的 活得好好的 说这些干啥 我故意道 活不了了 俺活不了了 知道吗 来你这里吃东西 就是攒进而 有了劲儿 俺们能多弄死几个人 说到诈 他的双眼更红了 啥意思 我就没问到 啥意思 你对俺们好 俺们就跟你说 吃完了这一顿 回公司 俺就用钢钉 挑了那几个你腿子 俺反正也没好下场了 俺的兄弟也完蛋了 全都完蛋了 都不活了 不活了 你的兄弟到底因为啥啊 我白天也看到了 他们被下游 能不说说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同时 我站起来 冲着躲起来周鹏示意了一下 让他可以动手 这兄弟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操作 在我的询问下 说了出来 原来 昨晚 他们从我家饱餐一顿后 本来一起回去睡觉的 但只有他自己回去了 另外哥俩想继续在外面待一会儿 唠唠客 如果回宿舍 就受限了 没办法好好聊了 结果这一聊 聊过近了 园区的低档组是没有太多自由的 到了时间必须回去睡觉 他俩没回去 查请的发现人头差了 你腿子只四处找 结果找到了他俩 那肯定来气啊 说要治治他俩 怎么治 他们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他们看到这俩大汉 非常粗犷 非常豪迈 就觉得 这俩要是成为二椅子 被男人搞 那种反差感 得有多么带劲 于是 就想到了一个刑法 那就是把他俩阉割了 下面的东西阉割 本质上不影响猪仔的价值 而且正好练练他们的技术 要说明的是 圆区这帮你腿子别的技术一般 但阉割技术非常厉害 很多长相清秀的小男孩 来了之后 被同属性取向的高管看上了 就会把你阉割了 未来 还能卖一个好价钱 毕竟泰国那边 人腰还是供不应求的 从这点来看 新胖还是幸运的 骑马林不见啥的都在 得知要这么对待这哥俩 哥俩一下子就搂不住火了 爆发了 山东汉子能打 本师俩都是队伍军人 基础扎实 五六个你腿子 愣是没料到他俩 其中一个 还被打伤了眼睛 鲜血直流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瞎子 要不是最后被小电棒一阵秃秃 他们俩根本不会倒下 出了这种事 负责他们的主管积脑了 反正他俩也不是能干活的人才 一时半会儿也卖不出去 干脆就着这个机会 上演一出杀鸡儆猴 这样的效果或许更好 毕竟他们公司 刚来了一批新猪仔 不服管 就这么 第二天中午 把大家聚集起来 让公司的猪仔们知道知道 不好好干活 得罪了你腿子 下场有多么凄惨 他他们万万没想到 有些人是宁死不屈的 更没想到 本来想好好上一课 结果还弄死了自己这边一个人 真的有点陪了夫人又折兵 但不管怎么说 事情发生了 他们一行五个人 现在就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 就算能回去 也没脸回去啊 更别说山东汉子最讲义气了 所以他肯定要报仇的 跟我说完这些 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说道 兄弟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十八年后再相逢 希望你能离开这里 如果能回国 去俺们山东做客 我们山东人都热情的很 最后俺还想说 谢了 你是俺们的贵人 没让俺们兄弟成了饿死鬼 说完 就转身要离开 但这个时候 周鹏没回来啊 所以我让他等等 故意没话找话 沸了半天口水 直到周鹏出现 对我比划了手势 我才放他离开 这个时候 周鹏 已经把枪放到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周鹏后来跟我说 已经想好了 如果他脚碰到 发现武器了 那自然是在好不过 没碰到 忽略了 自己就想办法硬塞 总之今晚 肯定是要把东西塞给他的 结果这老哥 还是挺长眼力见的 看到了东西 当时眼珠子瞪的正亮 满脸的难以置信 然后 他第一时间回头 向着我原来的地方看了看 发现我人已经不在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 我已经躲起来了 我能想到 他猜测 这玩意能出现在他手里 大概率跟我有关系 然后 他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动作 他对着我刚才的地方 跪下来 刻了一个头 随即眼神阴冷的 拿着周鹏头来的家伙事 风风火火的 向着他们公司大楼挤驰而去 头位成功 我和周鹏没有在此地久留 立刻向着我们公司而去 等回到了宿舍 我俩都没睡觉 事实上 根本就睡不着 我俩都知道 今晚 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这个汉子 必然能惊醒你腿子一大片 到底他能搞出什么事来 就敬请期待吧 可让我和周鹏纳闷的是 左等右等 等到将近三点左右 风平浪静 也没个动静 再不动手搞事情 这天可就亮了 难道这位大哥被发现了 枪支被没收了 我们的计划 玩脱了 脑子里刚冒出这个想法 外面 突然间的一声枪响 彻底打破了寂静的夜 让我和周鹏知道 老哥开始战斗了 一开始 只是一声枪响 后来 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秃秃 隔壁公司大楼里 彻底就翻了天了 周鹏给他的 是一把AK 还附带上所有的子弹来着 估计够这位大哥挥霍一阵子 没多久 对面公司整栋大楼尖叫声音此起彼伏 无数人疯狂地向着大楼外面跑 同时 更多的枪声 也从大楼内 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又过了几分钟 我们听到 有人在楼下高声大喊 杀人了 哪个主管被抱头了啥的 再然后 枪声零零碎碎不断地从大楼各个位置响起 这个情况 吸引了园区所有人的注意 我们公司也同样如此 公司内的走廊全是急匆匆的脚步声 隐约可以听见 刘一刀的大声呼和着什么 到后面 园区外面的军队都被惊动了 他们居然开着军车就干净来了 但即便全副武装的来了 一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实际上来的这些士兵根本不进去 在外面闲聊天 都知道对方有枪 没人犯傻 选择了为而不公 一直到天边亮起了白肚皮 好像枪声才彻底消停下来 然后 我看到 汉子大哥被人饲养八叉地抬了出来 全身上下鲜红一片 一动不动 应该是被乱枪射死了 一个不免夜 我们哥俩导演的不免夜 后来听说 这大哥非常性情 也准备得很充分 先是摸清了这支枪的基本情况 然后直接找到了他们的主管 冤有头债有主 他们兄弟能死 全是这个领头的恶魔一言堂 强闯见到主管 一枪抱头 准度够用 然后就是无情的屠杀 遇到你腿子上来就是两枪 枪枪致命 我也是后面才知道 人家大哥不是普通人 在全军比武大赛上 那是数得上号的 立过功的 本来是能在部队体干的 但他昏了头 没这么做 觉得自己有能力 在部队都是兵王 回归现实生活 也肯定是个能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物 结果退伍之后 就知道 部队是部队 生活是生活 直接就被怎么赚钱 给难住了 这样的一个兵王 你给他一把枪 那些半吊子的你腿子 肯定都是裤腰带以下的选手 他对付起来 手拿把枪啊 不然也不会引来外面的军人 听说后来对峙了好长时间 然后大家发现 他开枪射击都是有目的性的 不会伤害猪仔 于是负责人 灵机一动 就让两个猪仔冒险去寻他 报了他的点位后 被很多枪瞄准 一波流 给突突死了 英雄好汉 不外如是了 我们哥俩也没想到 随便借了把刀 居然借了一个兵王 这场变故 据说死了16个你腿子 两个主管 一个班长 他们一个公司的管理层 直接被这位大哥毁掉了一半 损失掺重 然后 园区负责人又挨批斗了 相关部门罚款 军区也开了罚单 最后 从上到下开始兴师问罪 问大哥的这把枪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谁知道啊 然后深挖 这一挖不得了 这枪居然是之前被害你腿子 身上佩戴的枪 枪托上还刻着属于他的两个专属的字 然后调查 发现 前面那个公司的负责人说谎了 找别人当替罪养了 最后给的结论就是 是这个山东大哥 躲在厕所把那个你腿子干死 枪藏起来 就是用在这碗 开始疯狂搞事情 如此真相大白 好吗 这一波操作 直接把周鹏是洗得一干二净了 主要该死的人都死了 逻辑也通 合情合理 这场突变结束 按照正常情况下 园区会严格很多 也会太平两天 可有些事情的发展 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大大超过了我和周鹏的想象 一种蝴蝶效应 因为山东大哥的野蛮爆发 突然就蔓延开来 这场变故刚过去一天后 又出事了 有人开始学山东大哥 进行模仿作案 这个人还就是我们园区的 一个叫小唐的猪仔 他是东方不败下属班级的一个人 很惨的沦落人 为什么说他很惨 那是因为 他已经被嘎过腰子了 身体的一侧 有一道很密很长的缝合口 撩开衣服展现出来一看 就特么的让人甚得慌 他是低档组的成员 平时不言不语 不争不强 是一个老诗人 受气包 但还是那句话 老诗人被逼急了 是会着火的 他已经遇见了自己的下场 对未来早就绝望了 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小唐 他能来这里 跟我们还有一些区别 他最早接到过老挝一个 叫什么黄金城赌场的公关电话 说可以邀请他来黄金城玩 车马费报销 过来还给多少多少筹码 有什么样的美女做陪 当地人叫公关 在咱们看来就是拉皮条的 什么人都往他们赌场拉 哪怕你是扫大街 捡垃圾的 只要你敢来 就能从你身上炸出油水来 按说这种电话 这种事儿 一般人都不会相信 但小唐偏偏不是一般人 相信了 主要他在国内 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念 因为太老实 没能耐 老婆跟别人跑了 属于自己的田地被大哥抢走了 爹妈留给他的房子 也被大哥抢走了 自己住在爷爷留下最破的 快要他的土坯房房子里 有时候 哪怕是你的亲人 也特么欺负人 做人别太老实了 这是事实 由来万念俱灰 接了这通电话 直接就破罐子破摔 心想反正我都这样了 再坏又能怎么坏 于是 就偷偷来到这个黄金城 黄金城就是一个赌场 当时是老窝这边最大的赌场 它存在的那会儿 还没有 如金如雷贯耳的金木棉什么事儿 到了赌场后 说好给筹码 随便玩 但并没有这一点 想玩 但又没钱 可以借你啊 签单吧 签了单 就给你大饼干 他们口中的大饼干 就是筹码 小唐想着来都来了 自己都惨成这样 已经无所畏惧 直接就签单了 十万块的大饼干 两天后还上 小唐拿着筹码 就冲了 他运气不错 两天下来 居然格外赢了七八万块 然后就要还单 换筹码走人 但人家经理说签的单子变了 不着急还 五天后还 让他继续玩 小唐无奈了 只能继续玩 五天后 他还是没输 赢得更多了 想还单 但还不是不让还 让他继续玩 一周后还 这已经足够说明了问题了 小唐被架在这里 不玩也不行 但这一次 他再有运气也不好用了 赌场内有拦到高手 对他发难了 输的一个筹码都没剩下 然后 好戏开唱了 还单吧 不还 没钱 那就打到你还钱 然后联系小唐的家人 但结果 他的大哥理都不理 还放出狠话 最好弄死 他死了 他剩下的一点点产业 都成自己的了 再然后 赌场人也无奈 只能把他丢到了死单房 赌场下面的地下室 都隔着一个个房间 就跟监狱似的 这些房间分三种类型 活单房 即有赔偿能力的 死单房 没赔偿能力的 中单房 就是介于两者中间 小唐被关在了死单房 天天挨打 说句实在话 被活活打死 都是正常的事儿 后来 他侥幸活下来 当成了商品 被卖到了这个园区 然后抽血配型 不到半个月 配型成功 腰子被嘎了 现如今 他的生活 如同行尸走肉 本来已经对生活 没了任何激情 直到他看到了 山东大哥的一番操作 居然感觉 自己也行啊 人家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自己兜着B样了 随时都可能没命 还比如也轰轰烈烈 干一把 然后 他开始效仿人家的做法 半夜 也跑到公厕蹲着 堵到了一个泥腿子 挤石头下去 也成功了 第一次这么干掉一个人 他很害他 但觉得很解恨 很刺激 也弄到了一支枪 然后 没有停顿 直接跑进我们公司 就开始突突 那会儿我还在睡觉 被他一阵阵枪响吓得魂都飞了 说实话 在当时 了解了他的情况 我真希望 他直接杀到东方不败的房间里 先把这个狗娘养先给干了 但他不是山东大哥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他不会用枪啊 三米之内放空炮 打不到近在咫尺的你腿子 然后让人家几下给弄倒了 这特么是生的憋屈 死的也憋屈 虽然小唐的事没搞成 但在园区影响已经很恶劣了 说明有人开始效仿 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 于是 园区开始了大整顿 那个公厕直接被封了 半夜 所有你腿子不允许单独走动 所有你腿子身上的装备 每天都要报备清点 鉴于罪魁祸首都是没有业绩的 低档组的猪仔 所以园区负责人决定 各公司没业绩的低档组成员 要严加看管 到了晚上 全都关在地下室 或者是地牢里睡觉 让他们失去了 住大床宿舍的资格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系列决定 最后小唐的死 显得更加的凄惨 更加的令人悲伤 因为小唐不是被你腿子打死的 而是被自己人要了命 当小唐出了事 园区开始了一系列整顿 我们公司所有低档组的猪仔们 到了晚上 都被关在地下室的房间里 这些房间又臭又脏 潮湿阴冷 住的时间久了 能把人给住废了 这本来是祸害人的地方 现在成了他们的住处 至于小唐 没有被第一时间处死 也被安排住在了这里 白天的时候 必要的折磨是逃不掉的 这些你腿子故意找来了一个可怜虫 让它跟小唐面对面跪着 然后相互抽打对方的耳光 你一下 我一下 必须把彼此的脸抽肿了 不干 老虎前拔牙 叶压前断指 不干也得干 于是 两个人开始面对面 你一下我一下的 抽彼此的耳光 那感觉 就跟战斗民族抽耳光大赛差不多 刚开始 彼此还有些拘束 收了几分力气 但后来 相互都抽出了火器 加上身边你腿子的不停拱火 越来越狠 最后还是小唐吃亏了 本来身子骨就不行 缺少一个肾 而且出事后 就被好一顿挨打 跟正常人明显有差距的 到最后 两侧脸颊肿的 就好像挤在一起的汉堡 这番折磨完了 就让小唐吃小米辣 一大口小米辣塞进嘴里 加一口水 其目的 就是让他吃坏肚子 窜息 不吃肯定不行 吃到不能吃 憋不住 臭味熏天为止 到了晚上 就把他弄到地下房间里 跟那些低档祖猪仔住在一起 这里一个房间被安排三十多个人 大家挤在一起 没空间躺着 环境更恶劣 本来就一肚子的气 如今看到了罪魁祸首的小唐 而且这家伙老窜息 臭得很 都捏着鼻子 气不打一处来 然后 集体爆发了 他们不敢招惹你腿子 没勇气干出小唐敢干出的事 却有胆子敢找小唐撒气 他们认为小唐害了他们 他们想让小唐死 然后 你一拳 尾腿 不停打着跟他们一样可怜的同胞 此刻 他们感觉自己很威风 跟外面的那些你腿子 一样的威风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众人散去 小唐就这样 被自己人 活活打死了 可能小唐想过自己无数种死法 各种酷刑 应该就是没有想过 会被自己人打死吧 这就是人性 有时候 人性这种东西 真的捉摸不透 尤其是在这个园区 在这个魔鬼一般的地方 更令人感觉到恐怖 因为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情 园区安保巡逻工作 开始不断加强 有时候 深夜里 外面会进来一支全副武装的巡逻小队 在园区内四处走动 对于我们的看管 也严格了很多 周鹏也跟我说了 最近自己不会乱搞事情 需要带时而动 这个时候还想搞事情 就是往枪口上撞 而且周鹏还提醒我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需要表现的好 争取我们俩都弄出一个大单子 稳住自己目前的安定生活 告诉我说 出大单子的事 我不用着急 他已经养了几条潜在的大鱼 随手都能收网 我听了周鹏的建议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很消停 周鹏在出单这方面 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说出大单 真就出了 一个42万的股票盘 帮我配了一个34多万的养老盘 我们是同一天搞出来的 这把驴打滚给高兴坏了 消息也传到了东方不败的耳朵里 他也很高兴 不过说我们做的还不够 对我们而言 这还是小单子 还特别提醒周鹏 如果周鹏想知道参与分食他儿子的 都是一些什么人 起码得出一个百万的单子 他才会抱一个人头 周鹏表面很迫切 很激动 但他都跟我说了 自己已经想开了 没这个必要 不能东方不败说 啥他信啥 不能被仇恨冲昏的头脑 反正自己孩子没了 就必须坚定一个信念 整个园区都有罪 所有你腿子 高管 都是伤害他儿子的罪魁祸首 因为我俩出单 东方不败小小的奖励了一下 给了我三千 给了周鹏四千 以后但凡出十万以上的单子 都会给予百分之一的金额奖励 要知道 过去 不出五十万以上 我们是看不到钱的 有了钱 当晚下班 我就去小卖部消费了一波 到任何地方 钱都是好东西 等买完东西 回去的时候 不远处 就那么处着一道人影 夜晚 黑乎乎的 我看不真切 正打眼瞅着他看呢 结果这道人影 开口对我说话了 救我 如果你不救 我就把周鹏干出来的那些事 全同给东方不败 他肯定玩犊子 所以 你必须救我 我在缅北的恐怖日子 还在继续 如果想继续收听 我在缅北的非人遭遇 请点击订阅本频道 只要更新 就会立马收到更新提醒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